漫画是一个很有趣的媒体 在我们小时候,很迷惑黄狼的漫画 石草,做到整个床下面的楼 收藏的全部都是漫画 今天讲一下我如何入行去变成一个漫画人 其实很小时候已经很想去做出版的 不一定是漫画 对出版业很有一个憧憬 当然不认识人,也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就没有了 后来就有一个机会看到《明报》 有一个广告,我就说请编剧的TVP 我就进去认证了 最后很快就进去《欢乐今宵》做一个编剧 没有什么学习的,没有训练班 好笑的 然后我自己就透过一个机会 当时慢慢成长了 大概一年之内 我都升了成为《Senior Script Writer》 当然了,表扬一下自己 我应该是历史上唯一的一年之内 升成为《Senior》 也算快的 当然快,没人试过 好了,因为有了一定的位置 于是你可以自己制作一些新的节目 我做了一个叫做《城市人物》的节目 就是专门访问一些我都很尊重他的人 就是刘培基先生做设计 或者是一些武术指导 我喜欢的那些人 就是胡舒如先生 我都有访问 其中一个就是《王阿郎》 然后我再转转自己推荐 就进入了机构做兼职 开始做漫画 那个过程也挺有趣的 开始做《玉郎漫画》 《玉郎漫画》很奇怪 一开始就很成功 我就把《宽乐今宵》的模式套进去 所以香港漫画第一次有这些 爱情故事短篇 其实就是我以前在《无线》里做的 一个项目 我就搬进去 只是用八页的短篇幅 去做一个爱情故事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当然有《金小文》的《太空报》 有《宽乐今宵》的《宽乐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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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以前看漫画的人 就没有《宽乐今宵》 我自己是一个漫画迷 当然知道观众要什么 读者要什么 就一直发展下去 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都是一年以内 应该是一年以内 那时候还是《雙周刊》的 一边时间就做《TVB》 半年左右 一边就做《月娜漫画》 有时晚上就上班 我还做一些电影 写一些其他稿 突然间有一次 你知道 都是在一些助理 一起坐的地方 聊聊聊聊 聊聊聊 我突然出现了那个人 叫他马平成 马平成 听着听着听着 你这种八卦 听着电视台的明星 那些绯闻 朱尔超 这些东西很过瘾 你知道他很闷 一个人在那里写漫画 然后突然间 他就问我有关于 中卫英雄的意见 那时候我绝对是中卫英雄的迷 我就说了一些意见 就说这件事不好 那件事不好 大家说了 那没有理由 突然间有一天 就收到电话 那时候还用电话 没有WhatsApp 没有什么 这些东西 就说找我 那就是负责去找我 那人是黑鬼德 那大家都应该 如果喜欢看 就知道黑鬼德是谁 他说 他联络我 马平成 马仔想和你吃一餐饭 那我就说 好啊 那就去吃一餐饭 我记得应该是新世界中心 有个餐厅吃饭 那些东西 那他见面就很直接 问我有没有兴趣 就是帮他做编剧 那我当然有兴趣 因为我是很喜欢中卫英雄 那我当然答应了 后来我就很后悔 为什么呢 我可以说一个直接的结果 我从此就很不喜欢看中卫英雄 原来你 知道了结果 因为是我认识的 我当然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我只是看他画得好不好 表达得好不好 但是 我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 中卫英雄那时候 如果你看漫画 你就知道了 你不知道他会发展成什么 你每两个星期 揭一揭 好开心啊 原来这样 那种惊喜 令你觉得世界很温暖 很棒啊 突然间有些很新的刺激 他人很开心 吃饭都吃了两碗 重此就没有了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了 而且我这种人 还会说 哎呀 这地方不好 哎呀 表达得得得 哎呀 哎呀 整天都是这样的 当然马英成已经变得很好 但你还是会有意见的 对不对 所以那次吃饭就答应了他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和黄狼先生之间 有一个非常大的格莫 矛盾 黄狼是捧了他出来的 但是很不想他比自己 当初没有想过一个新人会比自己 对不对 于是乎便捧了 又把他放在他自己的追权 神掌的书里面 一路连载带起他 是的 要不然怎么容易带起呢 对不对 丹鞋独斗出来是很难的 当时 马英成的邀请就令到我变成了《中华英雄》的实际编剧 那时候 因为马英成的时间是很... 怎么说 就是很... 就是很难去遭遇 只要大家一遭遇 那是什么时间 就有时间去洗凉 踏骨子 吃一顿饭 之后他就说 其实所谓的想法是没有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他说 他想他的方向太异 是怎样的 当然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那你跟他想法 其他人都可以 其实是不行的 我是知道的 我有一个特质 或者独特的地方 是... 我看不到有其他人有的 就是我的脑子 是可以设计到 创造到一些武打的招式 所以你看到 我去量纵为英雄之后 那些招式是彻底和以前不同的 这些人物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们日后慢慢再讲一段段 去讲那些人物 或者那些招式 那种东西 当然了 马云成现在说 我忘记了那段 他永远都不记得了 但是我们就很实际上 我们见面的时候 谈他就会记得了 那... 无论是港产片 香港人的故事 他不明白什麽是主题 甚至乎 基本上是没有主题 所以这些上 在我的立场来说 可能是根本 一不算是一个专业的故事 那明天再讲这一件事 那... 于是乎... 中英雄就... 一路一路销量得很好 那就好像去到 二十二十二万 那就完全超越了 这个... 龙虎们一倍以上 那... 挺有趣的 那... 就是... 一个年轻的人 就好像我们那时候 那样 那不知道 原来可以... 很容易融入了 这个体系 那... 很成功 那自然而然会觉得 这一件事是... 很容易的 很简单的 我是... 在这一方面 有一定的天分的 那... 所以呢... 就会想... 就以前小时候 想说... 我很想去做出版社 去做漫画 是否应该完全投入下去呢? 那... 所以这一件事 的成功 包括了... 我同事是... 全香港只有三类型的漫画 当时... 喜剧 最卖得的 也是浏浪漫画 鬼股 最卖得的是 猛鬼冤魂 也是我创作的 那... 就是... 中卫英雄 最卖得的 武打书 也是我创作的 总之... 三种 最卖得的书 全部都是 刘定堅創作的 那... 你自然会对自己 觉得... 你很了不起 你应该可以 再上一层楼 那... 这个就是跟着的故事 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留言 又可以继续讨论一下 关于... 这个... 港湾的事 记得点赞 谢谢 各位帅 各位帅 感谢观看